Hello,大家好,我是Mr.Edmondso 今天會為大家講解就是HKDSE Practice Paper Mathematics Score Paper 2, Section B, Question 43 這個Paper可以在畫面上的網頁找到,是考評局的網址 OK,留意畫面的訊息,如果你未掌握到我做這輯影片的理念 請你Post Your Video去 同樣地,如果你是不明白如何使用這輯影片,請你Post Your Video去 其他同學,We can go on 好了,43條說什麼? 說概率的,概率那麼多,我們就要放下Definition of Probability 可以嗎?Total Events裡面到底有多少個是Favorable Events 就是Favorable Events只有2個,Total Events當然有6個 那麼中2或者中4的確率就會是3分1 OK,看看題目,題目那裡有10個人表演 10個人表演,我們就畫了10張椅子,打了10個交叉 第一個交叉就有10個選擇,第二個交叉就有一個選擇了 只有9個選擇,8,7,6,5,4,3,2,1,可以嗎? OK,如果10個人要排隊,就是要排個10個Fact出來的 即是Factorial,10乘9乘8乘7乘6乘5乘4乘3乘2乘1 OK,但是如果你要Tom和Mary,兩個人一定要先Tom後Mary 我們就先將他放進一個 我們這次想,如果要先Tom後Mary,我們就要綑綁式 他一定要一起放,其餘那8個人就是自己獨立放 第一個選擇,他要坐哪張椅子有9個選擇 第二個就只有8個選擇坐哪個椅子,第三個就是7乘4乘3堆 這樣就會是9Fact來的,計算完之後 所以如果我們要marry after Tom的角度 就會是9Fact over 10Fact 簡單一點來說,因為大家都可以約選了9Fact的common factor 那就只剩1 over 10 好,這條呢,其實你只要是認識這個MPR,那就夠做了 那也是最簡單的MPR題目 所以這裡我就不再慢慢說了 好,多謝大家的收聽啦,好,再見,拜拜 有什麼不明白Email給我 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